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电视福学院的移植时间 我们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 最近台湾 因为迎接佛牙设立 整个台湾的佛教徒 都非常的兴奋 甚至有在国外的佛教徒 也赶回到台湾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尤其是在4月9号 佛牙设立到达台湾中正机场的时候 很多我们的信徒在那迎接 看到那样的礼仪 礼述 一对大家都感到呢 非常的专严 当然也有人有在问说 佛教原来也有很多的平常所没有看过的 比如说他们看到很多喇嘛 在吹一些花气 这些又是什么呢 过去佛陀在说法的时候 有天人昼夜 那么现在有的佛教宗派里面 也有这些吹花楼 吹花楼用花楼的声音 最元素的声音来表达 佛教徒对佛的恭敬 这个就是用音乐来迎接佛 用音乐来恭敬佛的意思 所以平常除了这个说吹花楼以外啊 也有人铭花楼在乐器里面 也是在留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鼓声震撼 更能够表示一个佛教徒那种 憎恨欢喜的心 所以这个滑鼓一敲的时候 每个佛教徒就感受到真正 他的心声来表达对佛的一个尊敬的意思 所以当天在中正机场 吹花楼啦 明花鼓啦 还有好多的居士 在现场有的散花 有的池香 我们大家都晓得 供养佛的东西 有几种都可以供养 所谓叫做四供养啦 或是石供养 我们上一次也曾经讲过 那么一般比较普遍的这个石供养呢 香花灯 果水果 还有土 茶 食 饱猪衣 要的十种供养 中国人比较习惯的就是用香啦 用香啦 用花啦 或是用水果 用茶 用水 甚至呢 用供菜 供饭 这些呢 都可以叫做最亲近的东西 供养佛 供养佛 就不像一般的拜神一样 杀鸡啦 杀羊啦 因为佛 因为佛表示慈悲 既然慈悲 爱护动物 当然啦 就不忍心吃他的肉 所以中国的佛教呢 香香一半 也是这一次在机场里面 还有 布华 布华 公园 布华来遵守 来做这个街主礼 很多女士们 她用她的头华 铺在地上 让佛陀呢 再从她的头 头华上面 把她走过去 有的人很不了解 当然这个是古理 也是过去 在经典里面呢 有这样的记载 本身经里面呢 或者其他另外的 过去英国 英国经里面 也有这样记载 说当初 古佛的时代 燃灯佛的时代 燃灯佛呢 有一天 她到了一个村庄 哎呀 所有村庄的人啊 知道佛要来啦 大家都是用买花来供养 买花供养 几乎呢 所有的花 都被人家买光了 那么这个里面呢 有一位修行人 叫做善慧 善慧仙人 善慧仙人呢 她看到 燃灯佛走过来的时候呢 刚刚那个地方啊 这个有挖下去 不平的这个路 尤其呢 不平的地方 又有水汁 她怕佛陀呢 走过那个地方 会脏 弄脏了佛陀的脚 所以这个时候呢 她就很自然的跪下去 把她的头发呢 就铺在这个凹下去的地面上 让燃灯佛呢 从她的头上呢 这个头发上面呢 把她走过去 所以这个叫做 不乏接触 用我的头发 来铺地 让佛陀呢 来走过去 用我的手 来迎接佛的脚 有的人会认为说 为什么只有女性呢 为什么没有男性 其实在古时候 古时候男性也留长头发呀 因为他们留长头发 所以他要用这种礼术 这种礼貌 当然就没有问题 现在的男士们 留长头发的人不多 所以呢 这一次花心的 有一百个女士 他们就愿意 在佛陀 设立呢 从飞机守下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愿意 在这个路上 用这个步伐接触的 古离呢 来迎接佛头 这个也是一种迎接的方法 用音乐来迎接 用花来迎接 用头发 头发表示最尊贵的 最尊贵的 用我的 最尊贵的头发来迎接 这个是表示 他对佛的一个尊敬 其实 这个呢 你的这一份心 有了这种表达 佛也会呢 因为你的这个心的 从这个你的感 感应的心 来做跟佛的一种 接受 能够感应到家晚 所以这个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香花灯果土 一般的我们中国人 用香 像这一次呢 有人用持香 拿香 来迎接 在佛前排香案 也有香 现在在台湾呢 有藏的香 藏香 有香款 还有有香角的香 这个都没有关系 就看场合 怎么样来供 都可以 一般人 有的不用香 就用花 刚才讲用散花的方式 有的用花圈 有的花整式的 排在佛前 这个呢 都是一种 佛教徒 对他所恭敬的佛菩萨 表达他的心意 所以这一次 在中正机场 在那个佛前呢 就排了很多的鲜花 排了很多的鲜花 排了很多的香 排了很多的灯 排了很多的水果 当然 这个只是佛教徒 表示你的恭敬 佛菩萨 他并没有说 叫你一定要这样子走 因为 心里面的恭敬 总是要 从看不到的内心的意义 要表达在外面的物体上面 所以只有用这些 亲近的东西来表示 那么这一次呢 佛雅舍利 迎接回来以后 曾经十一号 在中正纪念堂 也为台湾受贿 来祈求 复国齐安华会 在当场呢 来自三万多的信徒 在佛前礼拜 只是呢 人太多了 有的人想到前面来拜个佛 都觉得很 好急哦 但是呢 远远的我用合掌 用合掌 刚才讲的心相一半 或是呢 用我的双手 双死 像在 换在胸前 表示我 集合我的全身 向佛 表示一个恭敬 用合掌 来礼拜 不管远近 应该都是一样的 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说 拜佛菩萨 一定要站在中间 佛菩萨看得到的地方 表示说最虔诚 并不一定 处处都有佛 处处都是好地方 所以呢 人那么多 你能够合掌 来迎接 来礼拜 也是一样 甚至呢 有的人到 完了以后呢 来鼎礼 来问训 鼎礼问训 这个也是一个佛教徒 表示礼貌的 尤其在 问训鼎礼 不但是表示礼貌 也是一大功德 经典里面不是讲吗 礼佛一拜 佛真无量 念佛一生罪灭何杀 所以用音乐 来念佛 用你的嘴的声音 来念佛 这个呢 都是表示一种 恭敬的意思 当初 佛陀逆盘以后 佛陀 涂鼻 自己涂鼻 把身体火烧了以后呢 身上就化为 一粒一粒的 几万颗的色粒子 那个时候呢 印度那个时候好多国家 经典记载 有八个国家的国王 要来争设立 为了争设立 都几乎要起冲突 后来呢 有一位王就出来 来分配 分配呢 把这个色粒 分成八粪 分成八粪呢 让他们带回去 在他们的国家呢 是建塔来供养 这个建塔供养 这个也是叫做 佛教里面 对佛表示一个恭敬 怀念 追思 建贤 施起的一个方法 因为佛陀曾经讲过 将来 你们能够再到处建塔呀 看到塔就等于看到我 所以呢 这些八个国王 把色粒请回去 就在他们国家建塔 神是这个 分花 色粒的这个王啊 把八粪都分完了 自己没有分到 最后呢 他为了和平起见 不争执 把当初 装色粒的这个瓶子 虽然里面 瓶子里面已经空了 但是毕竟是装过 佛色粒的瓶子 他就把瓶子带回去 在他的国家 也建了一个塔 所以本来有八座塔 又增加了他这一座呢 就九座塔 经典里面也有记载 还有一位国王 等到大家都分完了 色粒以后 他才跑过来 结果呢 人家都走光了 色粒已经没有了 他就到呢 佛陀浑烧过的 那个下面呢 有一些灰 他就抓了一把灰 这样子带回去 回去以后呢 他在他的国家 也建了塔来供养佛 所以当初最早的时候 佛陀逆盘以后呢 在整个印度 就建了有十个塔 那么真正十个塔里面呢 八个是有色粒子的 两个是没有色粒子的 但是呢 佛教徒也是一样 建到塔 如建到佛一样的 所以这一次 我们在曼谷 由这个护生王 来为泰国人民 在佛亚受力前 齐安的时候呢 我们代表团的 供应团的团长 吴伯雄 吴会长 他也去献贡 他用什么去献呢 他就是献塔 他用了一个塔去献 表示呢 我用愿意将来建一座塔 来供养佛 让佛有一个地方 可以供供 在献塔 所以供养的东西 这个除了香花以外呢 献塔也是可以的 佛亚设立 现在供供在 佛光山台北道场 现在每天 都有上千的人 到台北道场 来礼佛 来赞扬 来赞扬 来礼佛 他们就是 只有一份恭敬的心 但是他们不知道说 我要如何表达 我对佛的一份成绩 当然 到了台北道场 要进入佛殿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 第一个 一定要 血是要脱在外面 让供佛的地方 供佛设立的地方 都是很亲近 杂物的东西 不可以带到里面去 所谓杂物 我们穿的鞋子 有时候 地上里很多的泥土 这些算杂物 所以要换在外面 所以要脱鞋进去 假如我们有拿东西 这些都算杂物 杂物应该换在外面 才会进去 或是呢 我们应该把杂心 妄念也换在外面 让我们的 一颗眼前置的心 踏进这个佛堂 进入佛堂以后 很重要的 就是呢 要保持宁静 我们恭敬佛 佛陀设立 恭敬就如恭敬佛 当然在这个道场里面 不能有吵杂的声音 到里面去 不要讲话 不要闲谈寇论 这个里面呢 就是很清爽 很安详 很临近 我们到里面呢 就是在那里礼拜也好 合掌也好 顶礼也好 甚至呢 你坐下来 默默的念佛 甚至呢 你可以做沾阳 沾阳呢 用眼睛 看着塔 看着佛设立 用一种很欢喜的 恭敬的心 用这种眼神来礼拜 也算是一种恭敬 所以 我们要进入佛殿 这很重要的 你们假如要来参加 要来沾阳佛 佛亚受力 记得穿着 要有礼貌 不能穿个短裤 不能穿个落臂砖 为什么佛教徒拜佛的时候 他们要穿海青呢 海青就是拜佛的礼佛 拜佛的礼佛呢 就是亲近的 不随便穿到任何地方去 那么你没有礼服 你没有海青 没有关系 但是呢 穿着要正式一点 不要穿着很随便 或是穿个很暴露的 这种衣服来拜佛 这个表示不礼貌 我们今天要到 国库纪念馆去参加 里面的这个典礼 也是一样 他有规定的 你要穿着整齐 穿短裤 穿背 穿一个背小背心 这是不可以进去的 所以呢 对佛菩萨的表示恭敬 我们呢 在穿着上面 也应该呢 要注意的 除了穿着以外 你到了里面呢 刚才讲 要保持临近 那么你可以在那里 默默的念佛 默默的念佛 动作呢 要安详 不要夸张 不要疯跳 不要跑 讲话呢 轻轻的 你只要准一个人 两个人听到 那么目前在台北道场 他有开放的时间 从早上 九点钟开始 到下午五点钟 我们应该配合这样的时段 每一个礼拜当中的星期一 星期一时间呢 他就以后不接受人家来这里礼拜 因为他佛堂也要做一个整理工作 所以星期一呢 所以星期一呢 不开放 每天晚上 八点钟到九点钟 有祈祷的时间 如果呢 你愿意在那个地方 跟大家一起来祈祷 导师呢 除了星期一之外 每天晚上 八点到九点 可以共同到里面去参加 当然我们到佛堂去 都不是说为了杂事 没有事情来这里玩的 来这里消遣的 过去的高僧大德 他们要到佛殿去 或是说进入佛殿 他都会认为说 我没有事情 都不敢把佛殿沾脏了 不把它弄脏了 就表示说 不是为了拜佛 我不会到里面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一定要大家来维护 当然 他有一个范围 现在 在台北道场的 这些信徒 护华金刚 他们都有 二十四小时 轮子的 在那个地方 维护 照顾 让所有信徒 要去参拜的人 都能够 事先 有一个安排 登记 然后带领大家 来里面 礼拜 所以佛亚舍利 就是佛的真身 今天 我们能够遇到 这样的一个机缘 这个真是千载难佛 两千多年到今天 我们才真正的得到 这一颗的佛亚舍利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 才有多长 而我们今生 在这个时段里面 能够遇到这样的机缘 实在是 我们已经 本来就有 种下了善根 才有这样的因缘 殊胜 因此呢 我们现在 在三个月之内 都可以呢 到台北道场 去礼拜 去赞扬 但是呢 这个礼述 不要忘记 礼节 不要忘记 尤其到了那边 维护的人员 对你的要求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我们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会儿再来 各位观众 礼仪 是在生活里面 所必要的行为 那么这个礼仪呢 就融入在我们生活里面的 在衣食自行上面 任何穿着 或是吃的 用的 只要是合理的话 就给人家看起来很舒服 尤其呢 像我们的穿着来说 穿着的礼仪 穿衣服 最主要是 为了要避体 作为避体之用 但求整齐清洁 甚至拿简单朴素 并不一定要求 奢侈啦 华丽啦 出家人的衣服 叫做两斤半 因为出家人的衣服 很简单 两斤半就表示说 要懂得节俭 懂得朴素 佛教一教经里面 曾经讲过 他说 残齿之福啊 无上庄严 其实 你只要懂得 知道 惭愧 觉得呢 自己 知道廉耻 这种衣就等于 一件衣服 漂亮的衣服 穿在你的身上一样 就是说 一个有修行的人 应该 要有道德 以道德为一 而不必要说 追求物质的生活 让物质呢 来束缚我们 绑住我们 佛陀 曾经 告诫 弟子们 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呢 就要念 怎么念呢 假如要穿上衣的时候呢 就说 若做上衣 记住 惭愧 若整衣素 当眼众生 简世善根 不令善失 可见呢 穿衣服 最主要的 要 只是为了 来 庄严 我们的身心 但是呢 要常常记得 不要择持 不要烂会 要以道德为中心 可见佛教呢 连这个穿衣 都把它当为一种修行 但是呢 不能够故意的 这个穿着 很够胖脏 破烂的衣服 来表示 我很有修行 因此呢 有一个佛教徒 对于如何穿衣服 应该呢 要有所认识 过去有的人不了解 就把那种 技工型的 出家人呢 当为表示 有修行的人 其实 罗汉型的 这种出家人 也是有 但是不是 每一个人 那个是真正的 不修编 编辅的 有内涵的人 但是呢 作为一个佛教徒 衣着保持 清洁 整齐 朴世 恒乎自己的身份 恒乎自己的年龄 我想这个是很要紧的 当然 过去的人 他比较讲究 什么样的年岁 应该穿着 什么样的颜色 现在时代不一样呢 在颜色上 没有差那么多 但是在款数上面 多多少少呢 还是有年龄的差别 因此呢 所谓身份 恒乎身份 恒乎年龄 还是很要紧的 另外呢 衣服 在剪裁上面呢 款式方面呢 合时是很要紧的 要恒乎季节 更要恒乎场合 所以有人说 你去参加宴会 当然就穿礼服 你要去运动 就穿运动服 你要上班 就穿算班的制服 要合时合地 这个叫做礼貌 不合时不合力 就乱掉啦 所以呢 合身是很要紧 合地合时呢 更重要的 那么居家 在家庭里面 日常生活当中 所穿着的衣服呢 当然以宽松为主 就不要呢 让自己穿得很不舒服 但是记得 不要老是酸着睡袍 穿着睡袍呢 在外面乱着 因为睡袍 只有在环间里面穿 或是呢 只有在晚上 已经知道客人不会来了 我也不会出门了 那个时候才会穿 所以呢 穿着 这个原则 地点 时间都应该要配合 假如是 社交场合 社交场合呢 对于 这一次的这个宴会 是使以 喜庆的呢 或是分伤的呢 或是一种什么社团的联谊会议呢 应该都要配合好 中国人还是有这个习惯 喜事 当然喜气洋洋 以这个大红啦 大黄啦 比较本色的 都会觉得很好 如果是人家是商事 那么商事呢 当然就不能穿那种 大红大绿的 大花色的 应该要比较沉的 甚至有灰色的 黑色的 这种颜色呢 表示一个专重大方 为原则 修行人 不管是出家的 在家的 当然都可以穿海青啦 拜佛的时候呢 也可以加慢衣 这个慢衣呢 就叫做华衣 华服 这些华衣 华服只能拜佛的时候 才能穿 甚至呢 礼颤的时候 才可以穿 你不能穿着 这个华服呢 到街上走 那是只有出家人 出家人呢 穿袈裟 穿海青 这个呢 是应该不理身 在寺庙里面 在外出的时候 都可以穿 如果是在家居室 你不能穿着 海青跟慢衣呢 在街上走 因为穿着海衣 海青呢 在街上走 这个就不合理事了 在很多人的面前 不应该呢 把衣服都脱光 有时候有的很多男众 天气一热啦 他也不管 这个场合里面 有多少人 不管男的女的在场 他也不管 把衣服脱光啦 这个是 对大众 是一种不敬的态度 穿大衣 或是穿帽子 假如呢 我们到连家家里去 像欧美地方 天气比较冷 戴了帽子 穿了大衣 一进了门以后呢 一定要把大衣脱起来 把帽子脱下来 他专门有一个衣帽间 可以给你换的 你就是跟人家 要礼拜啦 也当然说帽子 一定都要脱起来 我有什么帽子不脱呢 女座 女士们 他把帽子呢 当为一种装饰 这样他呢 就可以戴着帽子呢 去礼拜 其实一般的 不但是说 碰到人 表示礼貌啊 帽子要脱掉以外呢 连个手套都应该脱下来 所以说我们要拜佛 要把鞋子脱下来 就是呢 你如果戴着手套 要去拜佛的时候呢 都应该把手套脱下来 另外呢 参加典礼 集会的时候呢 假如有规定的祝福 当然应该呢 要穿祝福 穿大家所规定的 所以这个穿着呢 也是要 何时何地 何年龄何时计 四季要分清楚了 如果呢 你能够 合乎这些道理 这个就叫做 有礼貌 不合乎这些礼貌 那么呢 穿着就很多怪异了 所以呢 一个人的外表 也是一个很要紧 见面 还不知道 你的内涵有多少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见面 第一眼所看的是外表 所以穿着 是一个非常要紧的 很端端的 尤其是我记得过去 一般当老师的 当老师的 他有这个老师的样子 所以他的穿着 叫特别的端端 现在有的呢 年轻当老师的 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呢 他的穿着 就跟一般的 外面的太过年轻的 太暴露的 这种穿着呢 到教室里面去 可能就不大合适 所以呢 穿着 虽然是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自由 也有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喜好不同 但是呢 和乎礼节 是每一个人都不可免的 因此呢 我们大家应该要注意 出门要坐车 现在交通 很发达 什么样的车都有 但是坐车的礼貌 我们也应该呢 要注意 趁车的礼仪 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呢 大家都说 走路的机会少 都是呢 以车代步 不管脚搭车啦 机车啦 合车啦 汽车啦 甚至飞机啦 所以这各种各种的这种 交通工具 是相当的普遍 这么普遍的交通工具 我们要去趁的时候呢 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 尤其是开车 如何使这个车能够安全 如何使这个开车 很愉快 让开车的人愉快 也让乘车的人要很愉快 所以开车的人呢 要常常照顾到 我的乘客 要让他坐得很舒服 所以呢 作为一个司机 怎么样把司机坐得很好 这个就是呢 很重要的一款 所谓坐司机的 一定呢 当然要定期的保养汽车 让汽车的性能呢 你能够很熟悉 第二呢 你要维持汽车里面的清洁 干净 所以呢 要定期的清洗 把不应该有的肮脏的东西 要拿出来 尤其司机的礼貌呢 更应该要注意 油箱里面的油量够不够 你不能说 我今天带了客人 然后就把客人 带到加油餐去加油 那这个就不礼貌了 所以开车的人呢 要时时刻刻记得 我这一趟路是多远 我这个油够不够 应该把它准备齐全 然后呢 要事先把油加满了 油加满了呢 才可以去接送客人 假如在接送贵宾的时候呢 一定要事先把车子排好了 车子排好了 因为呢 车子排到客人 刚要最方便坐的位置 并且呢 这个车的眼睛 一定要发动着 人要坐在车里面等待 等到客人一来了 当然了 你就可以赶快出来 替他开个门 让这个客人能够进上去 你不能说 把车子放在那个地方 这个司机就跑掉了 等到客人来的时候呢 再来找司机 客人先到主人后到 那算什么礼貌呢 所以呢 这个司机应该在车里面呢 来等候客人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开车的人呢 要一定要遵守时间 遵守时间 更应该要维护行车的安全 所谓行车的安全啊 遵守交通规则 不超市 不超载 不窜红灯 所谓叫做 喝酒 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这些呢 都是作为一个 做司机的人 应该有的礼貌 我刚才说 开车的人 不要随自己的兴趣 喜欢开快 喜欢开慢 你开的时候 你眼睛朝前面啊 你当然知道 这个时候应该要快要慢 但是呢 转变的速度呢 不能太快 因为你转变的速度太快 让坐在里面的客人啊 不舒服 等一下一刹车 他的身整个身体啊 向前啊 冲 等一下你开得很快啊 他就往后扬 所以呢 让蹭车的人不舒服 这个都是 开车人的礼貌 司机的礼貌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谈一谈 蹭车的礼貌 蹭客的礼貌 怎么样蹭车呢 如果是交车 我们知道 交车 今天这个交车啊 是主人开车 那么主人的旁边 这个位置呢 算是就是尊位 最大的位置 因此呢 你的身份 是实际什么身份 你是第一客人呢 还是第二客人 第三客人 主人开的旁边 这个是第一客人坐的位置 那么后面呢 一排 那就是处等的客人 假如呢 不是主人开的 交车 是司机开的 不是主人开的 那么最大的 主要的客人呢 应该是第二排的 靠右边的 门边的这个位置呢 叫做主位 叫做第一客人的位置 所以这个位置呢 你要把它弄清楚啦 不要到时候呢 坐错的地方啊 那就很尴尬啦 所以呢 开这个坐车呢 要了解呢 位置应该呢 你应该坐在哪里 假如是大车 那就不一样了 大的巴士 大的巴士呢 应该呢 先进去的人 应该就要先往里面坐 先进去的人呢 不应该从前面先坐 因为最尊的 这个里面呢 最大的客人 最大的身份的 最高身份的 他一定是最后来的 最后来应该就坐前面 先进车的 先进车的应该都是啊 一般的 所以呢 应该往里面先坐 前面呢 留给你的前辈的人坐 那么如果是小车子呢 当然呢 长辈的 应该呢 要 后上车 先下车 不管大车子 小车子都是一样 长辈的 上车是在最后 下车是在前面 这个呢 礼貌也是应该要有 所以呢 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的身份是时宜 哪一类的 当然你帮忙 开车门 这个当然就可以先下来 帮助他 扶他 这个呢 不可以 但是如果是一个团体 要坐巴士 或是呢 要趁公共汽车 记得 一定要排队 要依序上车 不要争先恐吓 趁车 应该排队上去啊 但是呢 在车上里面呢 不可以高声含叫 不能大声谈笑 尤其在汽车上面 飞机上面 船上面 都不应该抽烟的 现在很多公共场合 都是全面禁烟 所以呢 我们在公共场合 都不抽烟 假如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碰到 有年长的 或是有碰到 小孩啦 碰到病人啦 碰到残障的啦 碰到孕妇啦 我们应该 要给他优先有座位 并且呢 更应该要协制 让他呢 上车下车 不要说 你自己坐在位置上 你根本就 不管他 当然 更不可以 躺握 躺握在座位上面 躺握在座位上面呢 不但不牙关 把别人的位置 也占了 有的人 甚至呢 自己坐在一张椅子 然后呢 再把自己的行李 放在旁边的椅子 如果一个人 坐一张椅子 行李再放一张椅子 本来可以容纳 一半 一百个人的地方 那只能够 五十个人 有座位了 我在坐飞机的时候 在等候 在机场里面等候 看到很多人啊 常常把行李 放在椅子上面 这样子呢 假如是没有客人 还没有关系 假如客人很多 你把你的行李 站在一个位置 这个也不当的 另外你的行李 假如是拿上车 记得不要 放在通道上面 你放在通道上面呢 阻碍了交通 把这个交通阻塞了 大家进出呢 很不方便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 乘车人应该有的礼貌 当然在车上 尽量不要 吃东西啦 或是丢纸蟹啦 假如路途遥 草原 你有吃点心 或是吃饭 应该自己呢 准备塑胶袋 把吃过的 这些脏的东西呢 用塑胶袋把它包好了 到适当的下车的时候呢 再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 所以尤其在行车当中 车子在轴了 你不能随便从窗户 打开窗户 就把它丢出去 垃圾往窗户里外面丢 这个是最要不得的 道路也是要保持清洁 坐车子 记得很危险的 就是不要把手啦 头啦 往窗户外面绳出去 万一呢 有超车的时候 那会发生危险 因此呢 我们蹭车的人 蹭车有蹭车的礼貌 搭车啊 车的礼貌 就是刚才讲 上下要有序 尤其呢 我们应该 让年纪大的人 残障的人啊 让他下车的时候呢 要先下车 不要挡住他的路 假如是搭七层车 七层车呢 也是一样 一定是让 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啊 让他先下车 我们不要急 如果你搭七层车 你要把钱给他 应该 彼此互相都要说谢谢 互说谢谢 彼此都应该这样讲 万一你坐错了位置 你坐错坐了位置啊 人家要跟你要位置的时候呢 你不但不跟人家吵架 更应该讲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 搭乘公共汽车 或是呢 在公共 公共的车辆里面 刚才讲 要保持清洁 要保持整齐 不随便丢落术 不抽烟 这些呢 都是我们坐车的礼貌 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听起来 你就觉得 哎呀 人 真的 处处 都要合理 如果呢 你坐得不合理的话呢 那会造成处续就乱掉了 所以呢 真的 出门 怎么样走路 怎么样坐车 怎么样跟人家打招呼 都应该要有礼貌的 人出门就会跟人见面 见面就要礼貌了 因为人 不可能 离开群众 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 在家庭尚且有父母兄弟 在学校也有老师 也有同学 那么在机关里面呢 也有长官 也有同事啦 在街道里面 也会人与人之间啊 这个磨肩 擦肿 所以呢 人天天都在跟人家 碰面 不管在工作上面 日常生活当中 每天都会跟人 碰面 来玩 所以呢 我们跟人家见面的时候 应该要有什么礼貌呢 见面的礼貌 很重要 要不失礼仪 不失轰度 这个给人家一个 很好的印象 尤其是第一次见面 应该要互通 互相交换名片 让对方能够知道 你是什么身份 并且呢 要自我介绍 当互换名片 互相介绍的同时呢 就要恶手 互相恶手 佛教徒也可以啊 我跟你合个赏 有的人不愿意 恶手呢 要合赏 也是非常好的 见面礼 假如你要恶手的话呢 这个恶手 有恶手的礼貌 普通比较深思的客人 就是轻轻的 只有手指头一握就可以了 假如是比较亲的朋友 比较俗的朋友 老朋友 那呢 整个手掌都可以握在一起 如果是男士跟女士们握手的话呢 那当然呢 只要轻轻的 只有手指头的地方 碰一下就可以了 你不要整个手都上去 也不要男士们 也不要两个手都上去 这个也是不合乎理事的 假如是你帮助两个客人 让他们见面的时候呢 记得不要忘记帮他们介绍 要帮他们介绍 因为两位陌生的人 见到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要介绍 也有介绍的礼仪 怎么介绍呢 应该把低位的 介绍给高位的 如果是男众跟女众在一起 你要帮他介绍的时候呢 先把男众介绍给女众 然后再把女众介绍给男众 如果是年纪大的跟年纪轻的 碰在一起 你要帮他介绍的时候 先把年纪轻的介绍给年纪大的 然后呢 再把年纪大的介绍给年纪轻的 彼此介绍让他们两位呢 都能够互相了解对方 假如是两个人以上的时候呢 也是应该要按照年龄 按照职位 按照职位 一一来为他们介绍 但是记得 假如你要扼手的时候呢 手不可以交叉 别人在扼手 你也从他的手上面 把它夸过去来扼手 这就不对了 所以呢 如果是远渊的 我们应该呢 合个掌 或是呢 到另外的地方呢 不影响 别人的这个 动作的地方呢 去扼手 这个都可以 所谓这些呢 礼数 我们都要想的 我常常碰到很多客人啊 他来的时候呢 我的爸爸来了 我的妈妈来了 我的朋友来了 他只是讲到朋友 但是我们又不好意思问 哎呦 你的朋友是贵姓呢 是从哪里来呢 因为在人家的面前 要问对方 实在是很不好意思 所以呢 我们认识的人 应该呢 要从中 帮他介绍 这个是一个礼貌 让大家 在见面的时候呢 好讲话 称呼他 陈先生 蔡先生 王宵杰 这个名字 才称呼的出来 尤其呢 在介绍姓的时候呢 要特别的强调一下 特别不要很快 口词不清新 讲出来 一放就过去了 对方根本就来不及听 这位是王宵杰 这位是王宵杰 王先生 他是住在哪里的 他是从美国来的 从日本来的 他是从高雄来的 台北来的 都要把他介绍心事 他是某某人 他是我的什么朋友 让对方呢 能够有更深入的印象 来记得 原来你所介绍的 这个某某人 就是姓什么 是从哪里来 因为你的速度太快了 他都来不及记得 一放过去 那糟糕了 等一下 要在讲话的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 喊出他的名字 假如说很多人见面 介绍过来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当然要一一 跟每一个人都有讲道话 一一讲道话 你不能说 这个我只是跟一个人讲话 这个也表示不礼貌 大家坐在一起呢 等一下跟姨讲话 跟甲讲话 跟丁讲话 跟物讲话 每一个人都讲道话 尤其假如说 我今天是主人的话呢 你都要照顾到所有的客人 你不能说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呢 那我就不讲话了 你总是要想办法 跟每一个人都讲道话 让对方呢 感受到 这个主人很亲切 这个主人认识我 这个主人能够接纳我 一样的 我们在公共场合 一起吃饭 一起讲话的时候呢 记得 不要只跟一个人讲话 而是跟应该呢 跟所有能够 眼睛看得到的这些人呢 都能够交谈 这个呢 表示你的这个公共关系 做得很好 并且呢 能够表达你待人的礼貌 所以这些礼貌呢 我们平常都要养成 现在的人呢 不但是不肯把自己介绍给别人 有时候呢 对于陌生的客人呢 都懒得开口 甚至呢 人家跟他介绍的时候呢 只是眼睛往前面一瞪 脸个问好都没有 所以我就常常听到大师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学习 见面三句话 见面三句话 还有呢 开口要微笑 所以呢 看到人就要微笑 就要讲三句话 这个也就是见面的礼貌 今天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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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